一年一度的共聊國際海洋音樂季 就要在8月4號登場連嗨三天 今年的陣容一樣超狂 除了有持修迷先生 四分位 董事長樂團等等 剛拿下金曲最佳原住民 譽歌手獎的他也來囉 今天也是他的生日 更新玩 生日開樂了 你知道嗎 看到他這個上台 臨金曲獎的那一剎那 哇好感動喔為什麼 因為他那一屆呢 其實Terry也非常 幸運參與了你們 這個比賽 我還記得他那時候說 我們是從平東來義村來的 然後看到後面的螢幕說 哇塞 這個老家的電視牆 怎麼那麼大 對不對 結果現在 你拿到金曲獎了 格西瓦將和馬子卡一起聯手 帶給大家耳目一新的音樂感受 而除了精彩演出外 海洋獨立音樂大賞 也將在8月5號進行追蹤決賽 其實海洋的精神 是在海洋獨立音樂大賞 那這個比賽其實很重要 因為你看陸陸續續其實以前 像我隨便舉例好了 蘇打綠望福 盧廣仲 然後還有馬子卡 他們都是海濟出來的 那你會發現他們就是經過海濟 算是一個他們的一個第一個踏腳石 從這邊出發 然後被唱片公司 被一些業界發掘到 然後持續的在這邊發光發熱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現象 那這個現象也促進了讓更多的創作者 他們想來這裡 他們對想在追逐這個夢想跟上大舞台表演的 這個執著是沒有在變的 那還有一個我覺得很特別就是 像以前能知道樂團的可能就是 你喜歡聽音樂的人 可是現在我覺得樂團越來越多人知道 那我也希望這個事情會越來越多人知道 越來越多人的參與 讓海濟可以一直持續轉向去